作者 尔根 眼波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476集 东海妖灵 剑尊灵天后 一路化作剑光 直奔虚空而去 大罗剑宗所在之地 并非是天运星 也非是五大复星 而是一颗被灵天后 生生从星空内 牵引而来的巨大星球之上 这星球 虽说比不过天运 但却比之五大复星 要大数倍 七上更是灵力充足 极为适合修饰修炼 大罗剑宗便被他 建在了这里 此星更是被灵天后 命名为大罗星 灵天后一路速度轰然 直接破开大罗星刚风 踏步之下 进入了大罗星东部 他闭关之处 二百年的时间 老夫定要把那仙剑彻底练化 以九九归一只妖灵 把这仙剑 生生练成妖剑 到了那时 获取令牌之行 我把握将会大伤一倍 建尊灵天后 目光一闪 整个人消失在了其闭关之地 再说天运子 他回到了天运星之后 立刻步入三色山峰顶部的七彩宝塔之内 在那里 他攀膝而坐 其身旁放着几枚漆黑的兽骨 这几个兽骨极为光亮 更有一丝邪义之气弥漫 我这弟子王林 却是一个机运之人 就是不知 他的机运还有多少 天运子神色如常 右手虚空一撞 其身边的兽骨立刻飞起 被他一抖之下散落在地 天运子目光一闪 仔细看去 渐渐地 其嘴角露出一丝微笑 东海妖灵之门内 一片混沌 甚至可以说 这里自成一界 或许有人知晓 这里有多大 但王林显然 不是其中之一 他踏入那妖灵之门后 便有一种 好似穿过了水面 而进入水底般的感觉 展现在其面前的 是一处巨大的荒原 这里 有天空 有地面 甚至还有海洋 但这里 却不是任何修真心 王林此刻所在之处 四周毫无人烟 只是一片无尽的荒原 天运宗的其他九人 他们在踏入这里的瞬间 便被一股奇异之力相互散开 此刻却是不知去向 这东海妖灵之门 与我之前所去的任何一地 都不一样 这里 反倒更像是一处繁人世界 不似藏有重宝的失恋之处 王林目光闪烁 神石散开 身子一动之下 飞上半空 徐徐飘行 想必其他宗派的进入者 也是如我现在这样 被强行散开 彼此各自不同地去经历这东海之行 孙云山曾说 东海之行实现五百年 也就是说 要在这里逗留五百年的时间 王林的神色如常 一边飞行 一边眼中露出思索之色 五百年的时间 对于凡人来说 是世世代代 可对修道者来讲 却只是弹指一挥肩 不过这五百年 我要做的事情很多 杀戮先决 必须要达到大成 此乃其一 而且在这里 即便是那拓僧 从朱雀星脱困 想必也绝不会猜到 我会在这儿 如此一来 我便多了五百年的时间准备 王林目光一闪 嘴角露出一丝微笑 他之前听到孙云山所说 东海妖灵之门内 一旦进入 实现五百年的言辞后 内心立刻一动 已然下定了决心 此行必须要进入 这东海妖灵之门内 要知道 王林最为忌惮者 正是那古神之地的托僧 此人一旦脱困 定然会第一个寻找王林 以王林的修为 想要战胜此人实在是太难 这也是王林疯狂地学习 杀戮先诀 炼化生枝烙印的最终原因 王林知晓 自己不可能战胜托僧 所以他才想要学会 一样保命之法 这杀戮先诀大成之后 凝结大量生枝烙印 如此一来 方可有机会 在那托僧手中抵抗 此奈其一 五百年的时间 不知我的修为 能达到何种程度 王林眼露奇异之盟 暗自沉思 还有周易前辈的事情 这也是我进入此地的原因之一 以宝塔内周易前辈的意境 想必找到那剑尊 灵天后封印之处 应该不难 若是把周易前辈救出 以前辈的修为 配合先剑 定会使得我在短时间内 拥有极强的攻击力 另外 之前在东海妖灵之门外 我看到的那把大剑 此剑 与当年的巨父 几乎一模一样 亡灵眼中 思索之色更浓 巨父内 藏有剑魂之计 若真是巨父 那么一旦找到此剑 学得剑魂之计 先剑的威力 定可增加数倍不止 不过这一切 与我最终看到的 那块令牌相比 确实有些不如 那令牌 到底是合物 居然会使得天运子 与灵天后等人 为之色变 唉 这天运心生的 隐秘知识太多了 却不是我可以 凭空猜到的 亡灵轻叹 沉默不语 罢了 这些事情 只能一步一步地来 却是丝毫急切不得 眼下本尊 被藏在那隐匿的星球之内 轻易不会被人发现 而且古神图斯 在朱雀墓内 也只是锁定于我 并不窒息本尊之分 正好 借着五百年的时间 使其尽快提升 为日后之行 做好万全的准备 王林收起心思 这一路上的思索 不知不觉中 他已然飞出了无数里外 此刻 神石横扫之下 依然不见任何奇异之处 整片大地 还是处处荒凉的平原 这平原之上太紧 没有任何声息 王林神石范围内 除了他自己之外 再无任何生命 王林神色如常 继续飞行 时间慢慢过去 十日后 王林正飞行间呢 忽然 他神色一动 目光如电 猛地看向远处 一眼之下 他立刻脚步向前一踏 其整个人好似流星 一笔之前 快上无数倍的速度 漠然间瞬移而出 荒凉的平原之外 是一片浓密的深山 其内丛林密布 一片绿色 此刻呀 在这丛林之内 趴着一人 此人全身大半位置 都是赤裸 以一些草木枝叶 涂抹身上 显示出一层淡淡的绿色 他趴在那里一动不动 甚至连呼吸都极为轻微 若有若无 烧紧之后啊 此人几乎彻底地 消失了身影一般 寻常之人 根本就无法发现 时间不长 忽然远处丛林内 传出阵阵奔跑之声 紧接着 一头好似牛犊大小 嘴角生着 利刺的野兽 咆哮而出 这野兽的样子呀 与野猪相差不多 但其身上 却是有一股凶器 显然是凶猛暴虐之兽 虽说如此 但此兽体内 却是没有任何 灵力波动 这野兽咆哮中啊 在丛林内 一跃而出 这是啊 在其冲出的瞬间 那一直趴在地上 一动不动之人 突然 一跃而去 其手中 更是不知何时 抓起了一把 黑色的长杆 在这长杆顶端呢 还有一把 散发幽光的锈刀 此人速度极快 几乎在那野兽 冲出的瞬间呢 他手中的长杆 已经狠狠地 刺向了野兽 那野兽显然 也没发现此地有人 明显吓了一跳 但更多的 却是愤怒 他咆哮着 并未闪躲 一头撞向 那人手中的长杆 但听咔咔几声 长杆从中间碎裂 那全身涂抹了 绿色液体之人 身子一扭之下 直接抓住了 长杆上的锈刀 毫不犹豫地 闪身 跨在了野兽身上 左手死死地抓住 野兽踪毛 右手绣刀 狠狠地一次 居然直接刺入 这野兽的脖颈 野兽吃痛 发出更为凄厉的 咆哮与挣扎 带着背上之人 顿时横冲直撞 王林的身影 出现在了半空 他目露奇异之盲 盯着下方 那一人一兽 这一人一兽 是他这十天内 所见的唯一活物 只见那野兽 此刻双目通红 发出阵阵凄厉的吼叫 但其背上之人 却是始终目光平静 左手狠狠地抓住棕毛 身子紧贴此兽背上 保持身体协调 一动不动 其右手 只是稳如泰山一般 把锈刀死死地刺在 野兽的脖颈 烧颈之后 那野兽眼神暗淡 脖颈伤口处 流下的鲜血 已经不再是红色 而是透着幽光 最终 这野兽扑通一声 倒在了地上 一动不动 野兽之上的那人 此刻也是松了口气 发出锈刀 但就在这时 忽然 他面色一变 猛地转身 抬头看向天空 眼中露出迷惑之色 往灵眉头一皱 看向此人 他内心颇为惊讶 此人体内虽说没有灵力 但却有着惊人的灵性 居然可以隐约 察觉四周有人 内心一动 往灵身子 渐渐在躯空凝行 其目光冰冷 遥望此人 那全身涂抹了 绿色液体之人 看到突然在半空中 出现的往灵 顿时一睁 眼中露出奇异之芒 他几乎 立刻便一跃而起 站在了那野兽的尸体之上 右手握住锈刀 盯着往灵 以一种沙哑的声音 飞快地说道 手 我的 王灵目光一宁 哑然一笑 说道 我不与你抢 那人望着王灵 烧请之后点了点头 缓缓地蹲下身子 颇为吃力地 抓住此兽的宗毛 向着丛林内脱去 他一边拖着 还一边盯着王灵 眼中露出深深的戒备 一直到此人远远地离开了丛林 王灵始终未动 此人在他看来 颇为有趣 那全身涂抹绿色液体之人 拖着野兽走出好远 发现王灵并未跟随后 这才松了口气 抓着野兽宗毛 继续拖走 他一路转来转去 一直到太阳 快要落山之时 在一处丛林内的山谷处 他拖着野兽 迈入其内 此地山谷 在他身影进入里面的一刻 引有一道淡淡的波纹划过 只不过这波纹啊 极淡 而且瞬间急消 所以并不是很容易被发现 在此人的身影 进入山谷的瞬间 王灵身子一晃 缓缓地从虚空中踏出 他目光闪动 仔细地看了看四周 眼露奇异之芒 这山谷外 被人以大神通 布置了一座奇异的阵法 可以隐藏一切生机的气息 若非距离此地极近 绝难发现 此地会有人存在 看着阵法的痕迹 显然已经存在了 不知多少年月 旗上的一些布置手法 与修真联盟的修饰明显不同 应该是上古时期修士 所布置才对 王灵目光如炬 他并未急于进入这山谷 而是在外围仔细地查看了一番 最终得到了这个结论 此地又去 这东海邀灵之门内 却是与以往 我所去寻宝之处 有着明显的不同 王灵眼露奇异之芒 看向这个被阵法保护起来的山谷 看了少请 王灵右手向前虚空一点 顿时其指尖之上 一道灵光默然闪烁 一弹之下 直接离手而出 迅速飞入山谷内 这是 在这灵光刚刚进入山谷的瞬间 忽然这山谷外的阵法 立刻传出阵阵轰隆之声 一股青涩之气 漠然间在阵法内涌现而出 好似吞噬一般 直接把王灵扔出的灵光 完全吞掉 紧接着 一片喧闹之声 从山谷内立刻传来 王灵目光一闪 腿后几步 其身子顿时消失在了原地 只见山谷那样 此刻闪烁阵阵明亮的光芒 走出三人 各位听友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 长篇玄幻修真小说 《鲜秘》 作者 耳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